卫生部长许文远在行动党的群众大会上 驳斥反对党的建议的全国性医疗保险的计划 并且强调我国是在参考了多个西方以及亚洲国家的制度之后 确定那类医疗保险有问题不适合落实 人民行动党晚上在雾兰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 但是天不作美下起了滂沱大雨 不过在场的支持者还是情绪高昂 群众大会延迟到晚上大约8点25分 并且改在体育场的看台举行 许文远在谈到走访选区居民对他的关心时一度哽咽 这些是像 这些是像个人的朋友 许元月也呼吁选民不要因为意识的不满而投票给反对党 我相信千万不要投票给他即使你对政府有什么反感的话反感我们是可以慢慢谈慢慢解决问题的为了反感而去支持一个你不能够相信的候选人我怕会弄巧反拙 许元月表示过去几天走访居民时获得的回馈确认我国的医疗保健制度整体上来说是不错的满足了大部分国人的需求但是许元月也承认这个医疗制度不完善还有改善的空间